小姑娘讲 尊敬的吴台长 想问一下 84年的属在爱情婚姻事业方面 有没有什么 注意的 帮我解答一下 你是八几年的 84年的属 老手是吧 对 那小姑娘 我讲话实事求是 你也是实事求是 第一 你这个孩子 很容易被人家骗 对不对啊 讲啊 你说是哪方面的骗 钱财方面 感情方面 都会被人家骗 听得懂不啦 那我应该怎么注意 那应该怎么注意 我可以告诉你 你不生智慧 你不知道 不会看好人坏人 听得懂吗 人是一个好人 很愿意帮助人家的人 但是呢 你帮助了人家 人家都不会对你好的 人家利用了你 就跟你拜拜了 听得懂吗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上辈子骗人家 你以后跟你的男朋友 要稍微要 距离要远一点 因为你的命很硬 你别看你笑嘻嘻的 你的命刻人刻得很厉害 听得懂吧 你笑嘻嘻的 他不敢违抗的 蛮厉害的 我可以找年份是那个身腔的 稍微硬一点的 你熟老鼠的话 你可以找个老虎 老虎 明白了吧 你不要担心老虎吃不了老鼠 因为老鼠钻到老虎肚子里 把老虎的心脏弄坏了 我告诉你 你把眼睛换一副 稍微亮一点的 你现在这副眼睛很糟糕 运成很不好 亮一点的是白色的 对了 你现在这副眼睛 一戴在你的脸上 有点喜剧色彩 傻姑娘 好啦 再问一下那个我表姐 她是83年的猪 她在爱情事业方面 有什么这个注意点 83年的猪 83年猪应该只能看一个 我告诉你啊 这个猪啊 前面两个爪子平平往前爬 后面两个爪子不能动 现在这个泥里面 所以你的表姐这个人 拼命的想做很多事情 但是做不成 对不对啊 嗯 爱情 爱情不会好的 事业呢 事业还可以 时好时换 明白了吗 那我的事业呢 看见吧 这就我们戏迹的信众 哎 要救人难不难呢 你看看台长 不照样的救啊 你的事业啊 我可以告诉你的事业 应该还可以 但是你要当心啊 人家很会拉你 做这个做那个 最后做不成的 好了 下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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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пасибо perceived señ 就 对 就是 hurts 谢谢 谢谢 best